让你心中充满安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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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因缘 但是呢第五个问的部分呢 只是讲到了开头的部分 还没有讲到真正的问题 也就是实就经文里面 实拒受舍利子成佛威力摆观自在菩萨摩赫萨曰 这个部分已经讲完了 所以接下来呢 在这个下午之谈课当中呢 会把第五个问题的部分做一个讲解 那问题就是下面的这段经文 若善男子欲修行 圣 organism殿逝与你 圣神波尼波罗闽多者 负当云合修协 这就是这个问题 舍利子问这个 观音菩萨的这个问题 当然呢 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 还没有 没有办法讲全部了 就是只能讲到这个 就是 若善男子 欲修行 然后呢 深深波罗命都已经说完了 所以就不用再说 但是就是善男子 欲修行 那后面的这个 负当云和修行 这个就今天就讲不完 所以第五个问呢 就是 里面第一句话就是 若善男子 善男子呢 在一些经典当中呢 翻译为种姓子 根据这个 自由阿舍里的说法 因为这些菩萨是 经由这个 大乘经教而生 成为了如来的孩子 所以成为善男子 跟善女人 而这个 狮子贤论师的这个 他的一个 庄眼光明论 这是一部对于这个 波瑞巴仙素的一个注解 当中呢 就是 这当中提到 种姓是什么呢 他说种姓 代表 能够圆满 修持正法的一种潜力 一种潜力 种姓的意思就是 种姓代表什么呢 种姓代表这个 这个人啊 他能够可以 圆满的修持正法的一种潜力 另外呢 我们就是 因为在印度呢 就是古时候呢 印度很强调啊 中姓制度啊 现在也蛮强调的 所以他们呢 彼此之间会 互相称 尊称啊 善男子 或者 尊贵的 尊贵子 贵人 这种称呼 同样的 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 这是一种尊称 或者这种礼仪吧 应该是古代的一种 古时候的 印度的一种礼仪 所以呢 同样的在 这部的经典当中呢 也会恭敬地 将这些眷守众民 众的这个 尊称为善男子 另外呢 这个 阿底下尊者的这个 心经的注解当中呢 他认为这个善男子 就是以觉悟为目标 而努力地修行人 就是这个善男子 指的就是那个 修行人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 圣神 波瑞波罗蜜多 就是 这些善男子们的目标 而这个 而这个 这个 则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发心的意思 他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做了一个这样的解释 总之呢 这个善男子 是指这个 尚未进入大乘岛上 但对这个大乘 有恭敬 并且想要这个广大 广大的利益众生的大乘 有缘众生 他们呢 就希望能够修持 甚深的修行 也就是说 他们为了深深的菩提 发起了菩提心 然后呢 大部分的注解呢 都认为呢 这里的这个善男子 也就是这个种子子 有人会发 种姓 对对对 种姓子 这个种姓子呢 它指的就是 他们出生在佛陀的种姓 或者大乘的种姓当中 所以下面呢 我们对这个种姓啊 做个解释 什么叫做这个种姓啊 种姓 所谓的种姓啊 有 有 因 戒 自性 等等 多种意思 而这个大乘和小乘的种姓呢 是指弟子们 会这个基于各自的潜力和智慧 对于特定的法教升起信心 比如 比如说对这个大乘小乘 等等法教怀有信心 这样的人 就会被称为大乘种姓 或者小乘种姓 然而这个大乘和这个小乘中的这个不同的宗派啊 对这个种姓的定义 都有 许多不同的看法 这个声文呢 声文乘会谈到所谓的四种 四姓 四姓 圣贤 这就是可以算是这个这个声文乘里面 所提到的这个种姓 他们分为四姓 圣贤 而在这个大乘当中呢 中官和为氏啊 对于这个种姓也是 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我觉得这个为氏中官 他们有什么不同看法 我觉得今天说下去可能 我也可能听 可能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能力说 你们也可能 可能听得懂吧 应该是 那无论如何呢 这个为氏派呢 主张种姓啊 可以分为两种 叫做这个本性 助种姓和这个 习所成种姓 在白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说是 这个叫做先天的种姓 一个是就是先天的种姓 一个是后天的种姓 当然这个对于这个 叫什么 所谓的这个先天的种姓 和这个后天的种姓 他们的定义啊 种种 我觉得这个就 很难说了 我觉得先不用说了 就这个种姓的部分呢 就是讲到这里啊 再来是 我们刚刚 说到的这个 欲修行 叫欲 欲这个字呢 就是 它的意思是 有希望 或者渴望 或者想要的意思 然后呢 欲和我们平常 所说的这个欲望 是不一样的 这个欲望和欲 是两种不同的内心情绪 或者说是状态 两种不同的状态 这个 这个从佛教的 专有名词来看的话 对于这个欲望啊 比较准确的名称是 贪爱 根据这个 这个维士学派和这个 阿比达姆著作的主张来说的话 欲和贪爱的定义 就是欲和贪爱的定义 也是不同的 欲的定义是这个 渴求事物 也就是想要的意思 而这个贪爱的定义则是 深切地执着世间的事物 并因此而 引生出各种的痛苦 各种的烦恼 但是呢 我们呢 就是常常 就是分不清楚啊 想要跟这个贪爱 他们两者的差别 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别 觉得这个想要 有时候可能就混在一起 这个贪爱跟想要混在一起 所以呢 就是除了上面 提到这个定义的不同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欲和贪爱之间呢 还有几个很关键的差异 首先呢 我们就是本质上来说 看到话呢 欲只是一种单纯的想要 但是呢 这个贪爱则是一种深度的执着 一种无法轻易放弃的执着 所以呢 这里我们常常会 用这个缠宝宝 这个兔丝 而作件字符来比喻嘛 它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说 无法 就是 容易轻易地放弃 无法就是轻易地离开 有这种的意思 这个欲的对象 也就是这个 渴求的对象 是比较 就是 开阔 并不是 局限在一般的世俗事物 或者是 佛法 但是呢 这个贪爱呢 它通常呢 就是 只局限于世俗的事物上 所以呢 我们 我们会说 这个 渴求佛法的念头 那是一种欲 但它不是贪爱 因为贪爱的对境呢 是一定 只能是这个 世间的事物 无论是这个贪爱 外在的这种种种享乐 还是人与人 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贪爱 这些都是这种 属于世间的 这些欲望就是贪爱 但 仅仅是想要这个佛法 不会成爱 成为这个贪爱 所以这个有一些差别 再来是我们这个 欲求和贪爱的这个差别 它们的差别就是 贪爱的欲望 贪爱的欲望 一定是带来着痛苦的结果 因为它是属于烦恼 但是呢 这个欲求 却不一定会带来痛 比如说 单纯想要 利益终生的念头 这可以说是欲 但是 这不是一种带来痛苦 所以呢 从上面这些话来 就是 就是 这些说明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欲求跟贪爱之间的差异 差别 然后其实是 很大的 简单来说的话呢 这个欲求是比较中性的 它可善 可恶 但是呢 这个贪爱呢 一定是属于烦恼 所以呢 这个欲求是比较单纯 贪爱是比较复杂 所以意思就是我们 渴望这个 佛法的时候不能太复杂 想到不能太复杂 再来是修行 这里的这个经文呢 接着说到啊 修行 这句话当中呢 就出现了 修行两个字 我想 这应该是 这个佛教徒们 经常可以挂 挂在嘴边的一个用词 应该是说 我们常常会用的一个用词 但是呢 到底 什么才是修行呢 可能 我们也 有时候也很难 掌握 到底什么才是修行 有些人会呢 从字面上会去做这个解释 说这个 修行是什么呢 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或者 还有的人呢 就是 以为修行是一种 某一种 灵修的 灵修的 方法 可以跟什么神啊 什么鬼啊 什么 菩萨啊 什么 可以沟通的一种方式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 就是 不同的就是 对于这个 修行的 看法 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 想法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就是 我这边呢 就是这个修行呢 其实应该 应该要 阻开 分开成这个 分开成这个 修行 两个字 意思就是说 修跟行 两个部分来结实 所以藏文里面 先说到是行嘛 因为藏文里面 说到这个 因为藏文里面 绝八的意思就是行 绝八的意思就是修 所以 是按照藏文还是按照中文 没事没事 所以首先呢 这个 按照藏文的这个 心经来说的话 这个 应该是行在前面 修在后面 是不是 是这样 当然这个 这个 这个藏文的语法 跟中文的语法不一样 用这个中文的语法 来说这个藏文的话 那就可能 这就 听不懂 就变成 吃饭变成 饭吃 就有点像这样子 动词 就是在前面 然后呢 先说这个吧 行 首先呢 我们说这个行 或者藏文里面说 绝八的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 以波人的智慧啊 去证悟 深深的空性 所以大乘的这个经论 都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根 就是根道国 三者是密不可分 密不可分的 根 所谓的根指的是什么呢 根指的就是理论基础 道指的就是认知这个基础的智慧 而最后的国呢 则是有这样的智慧所带来的结果 所以呢 这部新经 阐述的核心思想 就是空性 也就是这部经典的根 但我们呢 如果看经文 会发现啊 舍利子问的问题 并不是 直接问说 观自在菩萨 请问什么是空性 那没有这样的问题 而是问说 这个 一个想要修行 波瑞波罗密多的人 应该要如何修行 也就是说 他问的问题是从道 也就是智慧来问 而不是从根 也就是这个 波瑞的理论思想来问 那为什么呢 我们就问个问题啊 为什么这个舍利子 不直接 问什么是空性 很多人 大家知道 很多人过来 问我很多问题 一堆问题 他们的问题 就是很多问题 也是很直接了当 说 心性是什么 你 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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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心性 马上 就说 心性是什么 他们没有说 要如何去正德 如何去修行 正物心性 不是这样 他们说 马上给我看 那个心性 有点像 我没有 那么多时间 没有修行的时间 马上给我看 这个 食物 所以呢 为什么他不直接问 什么是空性 而是问到 该如何修行 这个有几个原因 这个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在这个 刚刚讲到的这个大乘的思想 也就是根 和这个大乘的道 也就是这个修行方式 是密切 相连接的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 这是在告诉我们 一个重点 就是身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呢 我们所要修行的就是大乘的理论 用佛学的这个 叫什么 术语来说 我们要 我们要用大乘的道 去体悟大乘的根 总之呢 这个就是 他意思就是说 理论和修行是不能 被拆开的 我们很多 很多时候就会觉得 理论是理论 这个修行是修行 所以好像他们俩之间 就没什么关系 不要把这个理论 佛法的理论 当成是一种思想 只是一种 纯粹是一种思想跟观念 这里说 思想本 就是了解这个 思想的这个智慧 本身就是一种修行 因此呢 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呢 就是 什么是大乘的修行呢 白话来说 其实我说的很白了 就是要体会啊 就是去体会 通达大乘的 这个空性思想 也就是大乘的修行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就是段落当中呢 我们就是 舍利子啊 请问 观资在菩萨 大乘的修行方式是什么 舍利子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啊 开显大乘的智慧 而观资在菩萨呢 就接下来的回答 就是从空性本身的状态 来做解释 这代表了什么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 开显大乘智慧的方式 就是 要去彻底的 了解空性 所以很多人就问我 我要开智慧 开智慧啊 我就很笨啊 所以就你帮我开智慧 那我要怎么做 我也没办法动手术啊 他们以为这个开智慧 就像动手术一样啊 里面就放一个 叫什么 这个卡 这个卡 记忆卡 放在里面 晶片放在里面 然后你就变得很厉害 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 我们就开展这个 智慧的最大 最重要的一个 关键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是见解 我觉得是 你有一个正确的见解 我觉得 你会慢慢 会开展你的智慧 如果你没有这个 正确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见解 或者这样的一个 见地的话呢 你可能是 没有办法 开展智慧 不是 我们不能把 世间上的这样的 聪明才智 我们不能 称它为智慧 聪明才智 不能称它为智慧 真正的智慧 这里所提到的这个 智慧呢 你有这个 正确的这样见解 才能可以得到 换句话来说的话 这个摄理子 是从智慧的角度来提问 而观自在菩萨呢 它是从 深深空性的 深深空性的角度来回答 所以这两个是 这两者是 对境 跟这个心事的关系 就像是 有点像是这个 柱子跟看到这个 柱子的眼视 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那天就是 记得这个第一堂 这个讲课的时候 我们就是提到这个波瑞 然后那时候谈到波瑞有很多种 其中的这个道波瑞 就是指摄立子所提问的这个智慧 而自信波瑞 则是这个 观自在菩萨 所解释的 甚深深空性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刚刚所说的 这个 为什么不直接 问着空性 而是问如何修行的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作为一个 世家如来的 世家福的一个弟子 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 过多的理论 而是这些理论 要怎么拿来用 有时候你太关注理论 你的脑子会坏掉 就觉得好像都 慢慢慢慢就 你的跟 你的心跟这个法 就越来越 越来越远 脑子都 就是 好像是 都是 一堆问题 脑子里面就 就是 就是 里面会产生一堆问题 所以一定要 把理论 拿来 实用 不是理论放在脑子里面 是用心去体会 用心去实用 这样才能可以就是 解除你的疑惑 所以这个解除疑惑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要去实用 把它 就是 拿来用 把它 实用 才能可以解除疑惑 所以呢 设立 这 是 要 要怎么修行 而不是问空性 是什么 理论和思想 是帮助我们 调整 自新的一个技巧 一个 方便而已 关键 关键的是 自新 有没有得到调整 如果 看了很多的经论呢 自新却没有任何的改变 或者改善 或者进步 那真的是 太可惜 太可悲 好像哭不出来了 可能太累了 就没有力气哭了 越称菩萨呢 这个越中 入中论当中说 世俗 地是方便 圣意地是 方便生 就是指呢 这个理论与思想 不过是一个 技巧啊 让我们产生 究竟智慧的 技巧而已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是根据这个 弥勒菩萨 对这个 波人系经典的 解释 弥勒菩萨呢 在他这个 最受 藏传佛教 重视的著作 《献光庄业论》里面 《献光庄业论》 是藏传佛教 比较重视的 最重视的一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 五部什么 五部大论里面的 其中一个 叫做《献光庄业论》里面呢 主张波人系的经典 表面上 虽然是在解释 各式各样的空性 什么十六空性啊 什么十八空性啊 什么的 很多很多空性 但是实际上呢 这些经典中 暗示了种种观察空性的智慧 这称为 显阳空性 密宣 现观 这个波人系统有很 就是经典有很多种啊 大家都 那天就说了 以印度来看的话呢 就最长的有三百多万次的 这个波人 十万送 还有这个波人 两千五百送 两万五千送 还有一万八千送 还有八千送等等 很多不同的这个经典啊 而在这个中国来看的话呢 就是最长 最完整的波人 是 由玄奘大师分译出来的 这个六百平 波人 里面呢 就是涵盖了 十万送 两万八 五千送等等 这些波人的经 无论呢 就是 尽管 这些 这个整个 这个庞大的 这个 波人系统呢 就每一部经典都有 显阳空性啊 密宣 现观的 意思在里面 但是呢 这个现观的整个次第 是从这个 凡夫道 成佛之间的 所有过程 总共有 八个大纲 十七个条木 七十个条木 一间 两百多个细节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完整的 这个 现观次第啊 所以呢 只是这个 只是在天赋 比较庞大的 这个 波人系统 包括十万送 或者两万 五千送 或者一万 八千送里面 才是完整的 才是完整的 陈述道 然后呢 在 什么 金刚经啊 心经啊 这里面呢 就是 是比较 短的 一个比较短的 这些 波人经典 波人经里面呢 尽管是 暗示了 修行 空性的智慧啊 也就是这个波人的道理 但是没有细节 介绍整个完整的次第 或者是成佛的蓝土啊 有这么一个差异 所以呢 在 这些是对 行的 行的 这个字的一个 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啊 总的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们 要知道 行 这个意思 是要调整 锻炼 我们的 内心 要怎么调整呢 但是 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调整呢 那我们 必须了解 空性的思想啊 但不能 只是停留在这个 理论和 思想 上面 必须的 对自己 自信 要产生 影响 才行 所以呢 就修行就是 要调整 锻炼 自己的心 用什么方法 去调整 锻炼 自己的心呢 可以说是 了解空性的 这样的一种智慧 去调整 或者锻炼 自己的心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会 一讲到这些空性啊 会觉得它是一种理论 或者它是一种思想 所以呢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 只是一种思想 跟理论 必须得把这个 把它成为一个 我们的这个 成为一个生活吧 应该是说 一种生活 在这边 我想到一个事情 应该是说 这个 很多人认为 这个行呢 就是有 当然就是 我觉得还是不要说 算了 总的来说呢 就是 菩萨的这个行 有四种 这四种是呢 哪四种呢 第一个是为了 前进大乘者 小乘者而修 顺菩提分行 他的这个第一个行 叫做顺菩提分行 再来第二个是 为了前进大乘者 而修六波罗密行 第三呢 是为了这个 令二乘人 升起信心的神力行 就是神通的力量 神通的行 神力行 第四呢 是调服二众 众生的成熟 众生行 所以呢 然而这一切 都不能算是 这个波罗密多行 因为他们是 令修行者 能够证悟 波罗密多的一种方法 但是呢 无论如何呢 就是菩萨有 具有四个 有 就是四种行 就刚才所说的 为了小乘的这个修行者 我们也要具备 一个叫做顺菩提的 顺菩提分行 为了能够就是 叫什么 为了大乘的修行者呢 我们要修这个六波罗密系 然后再来说 为了这个二乘 就是说小乘跟大乘的人 升起信心呢 为了这个呢 我们要有这个神力行 神力就需要有具备神通了 但是神通就是真正的神通 不是那种 珠模作样的 那种神通 当然就是神通的意思 就是这里 如果你没有禅定 所谓今天早上说的禅定 禅定 那就你可能没有办法具备神通 所以那些人 据说自己有神通的人 先看看他们有没有禅定 有定力 有没有定力 如果没有定力的话 那就可能是胡说八道 或者鬼神加持的 这个话就有点狠了点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三个菩萨的 这个三种行呢 是在这个弥勒菩萨 这个四种 这个行 行的这弥勒菩萨 他在这个大乘庄严论里面 所提到 就是说 诸度诸觉分 诸通 其诸舍 为大 亦为小 聚入 亦聚成 这个就有点难了 所以呢 反正就是说 他意思就是说 菩萨应该具备 这四种形 但是呢 我们初学的一个 初学者 初学这个 菩萨道的人来说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 马上就具备这些 这四个 行持 所以呢 初学者呢 就容易实践的 分裂来说 来看的话呢 就是 四行可以分为 十法行 这个 所以呢 根据 波瑞经的说法 是 有十种法 何等为识 一者书写 二者供养 三者流传 四者地听 五者自读 六者意识 七者广说 八者口诵 九者思维 十者修行 阿难 此十种法 能受持此 修多罗 所以我们就是 这个初学者 应该是用这个 这个十法行 十行法 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书写 书写这个 这个 波罗波罗咪多 所以我们今天 就把它实践 把它就 今天就把它开始做 当然这个书写呢 是就是 大家是随意啊 不一定要 所有的人都要参加 要看大家自己的这个 情况而决定 再来就是 我们已经 谈到了这个 行的部分 再来就是修的部分 这个修的意思 是什么呢 修的意思是 精进 啊 如理的去做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 昨天我们也说到 佛教的法门 有很多种 但是呢 这么多的法门呢 摆在那边 如果我们 不精进的去做 那也没什么用 怎么波罗咪八千送啊 波罗咪一万送啊 什么那些 什么十万啊 什么一万啊 那些都没啥用 都变成一种数字 就像呢 改当派善知识们所说 一切的法 都是今天要修的法 如果没有这种 机会就在现在啊 现在就能创造未来 这样的一种想法啊 不去努力啊 理解大乘的思想 那么呢 就是佛法再有效 对我们自己来说 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我们这样 这样就可以知道啊 根据这心经的解释来看的话呢 修行一个词 这一个词啊 是告诉我们 要精进的去认识空性 所以呢 我们来到这次 我们来到这里啊 学习心经 心经啊 听闻这心经的讲课 虽然 我讲的不好 但是呢 而且大家也比较辛苦啊 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进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 什么呢 就是我们回去之后 要继续努力 然后呢 更努力的 更加认识空性 这样的话呢 才能 真正在修行 心经 这样才算是 真正的修行 心经 不然的话呢 这就 就会 浪费很多的 这个时间和金钱 不太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把 讲解完了 这个 这个 修行的 这部分 都已经讲得了 好了 然后再来 就是 剩下来的是 圣神波罗密多者 妇当 云和修学 接下来的 这个 宋文呢 是 圣神波罗密多者 圣神波罗密多者 这部分呢 就是之前 已经 早上 已经 讲过了 所以就不用 多说了 至于呢 这个妇当 云和修学 这个部分呢 可能 留在明天 再过 因为这个 妇当 云和修学 这要可以 讲的话 就 就可以 讲得很复杂 或者怎么样 当然呢 这次呢 就是 心经的 这个课程 就是那天 我 第一天 跟大家所说的 就是 大家已经 讲过了 这个 可能算是 第一次 讲 佛经 我此生 第一次 讲佛经 也是第一次 用中文 讲佛经 吧 我觉得这个 可能有些 应援吧 应该是说是 因为是第一次 讲佛经 也是用中文 来讲 这可能有很深 很深的 因缘啊 当然 这就是 因缘 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因缘呢 我也不太 知道啊 但是 无论怎么样呢 是因为 是用中文 讲的 所以 要 必须 要准备 讲法的 内容 准备不 不容易啊 我们这个 因为准备 不容易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 上面有 四大高手 四个大高手 他们 就四个人 都在努力啊 加上我这个 愚钝的 就加上我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五个人啊 四大高手 跟一个 就是 小混混 然后就加起来 就是 愚笨 反正就加起来 就是 有点 就是 抵挡不住啊 就有点像是 有点 就是 撑不住 因为 比如说昨天晚上 就三点半 才睡觉 所以呢 就是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但是我觉得 就是很有 我自己认为 是也很有 这个 觉得很有福气啊 有这么一个机缘 跟大家 这个分享 生生菠萝蜜 我觉得很有 自己 可能就是 很有福气 所以呢 再次呢 就是 感恩 大家 给我 这样的一个机会 谢谢 谢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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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互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务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互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礼拜梁黄宝产 恭请会信法师领众 日期8月5日星期一 至8月11日星期日 第一天8月5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一卷 第二天8月6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二卷 第三天8月7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三卷 第四天8月8日晚上7点到9点 第四卷 第五天8月9日晚上7点到9点 第五卷 第六天8月10日早上9点 第六卷 第六七八九卷 第七天8月11日早上9点开始 第十卷加农山 农山贡品会与低收入户结缘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联络电话 零六二七一六六一六 零六二七一六六一六 或零六二七一六六一二 零六二七一六六一二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供慕佛恩 新逢大师至菩萨圣诞 佛教慈悲之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公送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领众 时间8月16日星期五 13点30分 公送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16点万灯祈福法会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供慕佛恩 社团法人台湾信册廉池功德会 为庆祝113年度付出关爱 父亲楷模表扬活动 定于7月28日上午9点半 甲高雄市前镇区保泰路 177号信册彩寺 二楼大殿举行 今年度由各界推荐的父亲海模 共20位接受表演 信册彩寺寺导师 册中上人 致此时除了祝福之外 更提醒子女们 要孝顺父母积累福报 所以今天 中央这个父亲有很多 有让我们丢职的人 很高兴 在这儿有队来的 假期是世 听到师父 您怎么会记得 父母都跟我們請 跟我們拼仗 現在有妳要拼仗妳的父母 要優好 優好父母 孫也是優好 妳若有錢 十五歲 都要讓父母有錢 三千 五千 五千 都做父母 妳就是 標示妳要好心 我以為 優好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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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優好父母 必須要讓父母 必須要讓父母 公德會理事長 宜靖師傅 與聯合主辦的公益信託 88慈善基金董事長 黃久輝 接同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長官 高雄市立委及議員們 及各區區長與各慈善團體們 一同以會頒獎 感恩中年勞苦功高 為家庭奉獻的父親 以激勵社會 重視父母 教雅恩德 樹立家庭典範 今年擴獎的父親分別為 張秀能 廖國泰 張靖德 周明哲 陳智慧 呂迅 歐天璐 林天祥 陳松剛 陳賢敬 翁獻成 呂春來 劉甫毅 楊宏富 方孟生 葉建忠 弘正東 陳弘成 劉威成 陳玉生等 20 位父親 本次提名的模範父親 從子女教養成就 社區志工 隔代教養 單親家庭 身障父親等 一個個的積極態度 面對人生 都是值得大家學習的保養 今天有10位父親頂頂 來 感謝父親 好 拜拜 好 拜拜 謝謝 送給我就是 你看到我們的 鄧秋天 叫我們的 所有的庫長 里長 還有我們的小夫 讓我們的社會的里長 給我們推薦的 所以今天就來到 讓我們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的福長有關聯 我們的協會理事長有關聯 給你們收到很 很好 大家有從事志工 跟子女教育得很好 耐心 對小夫 豐富都很好 修正 今天的外交 我們是這次共町會 臨在共町會 已經有四十一天了 我們感謝主畢業德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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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公德會 公德會長期推動社區關懷服務 親殖成長團體 政績活動 多元文化交流活動等 也透過各項美麗課程 幫助辛苦家庭中 改善現有環境 強化家庭親殖功能 與政府一同協力合作 建構社會安全網 並預防社會問題發生 我們政府是很感謝新色產師的人 照顧協會 照顧效能 不管是熱靈 或是青少年 我們的青少年 像我保持很感動 我英雄不夠精不夠精 最少人 兩親兩親 一個大公 大公文化中心 兩個孩子都在那裡 師傭就在說 邊邊看 肉園做得很好 我是小孩 他說怎麼 他知道那裡 那裡是 有六百萬 很多錢 心是很慘 他說也是 教教我們爸爸 集團的贊助跟支持 所以今天我來的是 一天 我跟他講到青年團 結果現在我們這個外景 也歡迎 我們這個成年人 所以各位爸爸 你後來慶祝 就來報名了 你如果有這個 你讓你全體的老人自拍症 你全體的老人自拍症 你全體的老人自拍症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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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說 有研究來多親近我們博士 聽我們師父公平 如果大家說我們年輕當中 保守的那裡 這家才是指導要 生死大事 這家才是生死大事 所以在這裡 我們要求應 有這個方法 驚來我們的性特長事 這是我們的 身材所帶來的 我們的佛法 讓我們找到認真的一堆 所以 這個阿公 要求應 大家看到這裡 求應我們的家秀 每位獲得表揚的父親 背後都有動人的生命故事 透過表揚其事機 彰顯社會正面增強之力量 宣導父親對於家庭的重要性 使社會大眾重視父母親人 所擔任的重要角色 培養養性互相尊重 溫馨祥和的社會 公德會每年辦理父親節表揚活動 回饋社會 每位獲獎父親 接受本會的獎狀彩蛋 祝福金 並由家人獻花 合照流禮 現場活動氣氛 溫馨感 祝全天下的父親 祝父親節快樂 加油 這也是高雄採訪報導 極樂世界幸福播脫 靜在生命電視台 接下來請收看長老法語 Dee 世故 因此之故 烙難 佛对欧蓝说 若不断营修禅定则 如真杀时 欲其成犯 今百天皆 此名热杀 何以故 此非犯本 杀时成姑 佛的这个比方啊 道理最显明了 所以佛对欧蓝说 如果不断营而修禅定 想要断烦恼了 生死出世间正果 那就好像把这个沙石 沙石 小石头 拿去蒸 想要让这个沙石变成犯 无论你怎么蒸 它能成犯吗 不可能 就是蒸个经过百天 结这么久的时间 是大街 世界成都快空一变 经过一百阶 一千阶的时间在蒸 蒸着再久 顶多啊 只叫做热沙 把沙蒸得很热 不可能变成犯 何以故 此非犯本呢 杀时成姑 这个道理很显明嘛 因为他原来他这个东西就是沙石啊 银行不断就是沙石 真就是修禅定 你再修 因为他是沙石 就是等于 真的再久 就是热沙 滚滚的热沙而已 怎么能够求参见呢 不可能 所以说你隐身求佛妙果啊 总的妙物皆是银根 你用这个隐身不断的这种心去求成佛的为妙的果地 怎么能够成就啊 总的有妙物 实际上是不可能啊 妙物本来是不可能啊 假如假如能够能够得到的话 那就是银根 根本不能成佛 根本成云那轮转山土 必不能出 在这个山土就是三恶道 三恶道总不出这个山土 就是地狱恶鬼出生 他多图 刀图 血图 火图 总不离这些生活的情况 非常辛苦 那么他在这个山土里面 或者就是这地狱恶鬼出生三条路 你就在这个三条路线里面在哪里轮转不行 必不能出 必定啊 这个必是很重要 必定是没有办法超出 应该不出 必定不能超出 如来涅槃 何路修正啊 要成就 究竟佛果的涅槃 怎么有办法能够修正到成就啊 必是 必是 瓶肌身先锯断 断心一无 以佛菩提 思考虚计 这是正说 必定要实力 这个瓶子也是非常重要 你必定要实力 这个瓶肌完全断掉 不但生不做 心也没有这个念头 啊 就是前面的一机抽的那个机 就是机关了 啊 我们心里有这个机关存在 啊 容易冻起这个念头 啊 假如这个 呃 根本的 啊 银肌不断 那是没有办法出三件 要成佛 要把身心银肌完全断掉 不但是断掉 连断性一无啊 根本连能断的这个 呃 作用 呃 也不存在 就是断了之后 能断的功夫也不存在 就是辽无其事 啊 一副菩提呀 四口喜极 那么你想要成佛吗 无上菩提 可能就会有希望 啊 既也是期望 能够达成成佛的目标 简而言之 啊 这个三件内 尤其欲见的因恋不断 啊 是绝对不可能出三件 三件上前出不去 何况想要成佛呀 那不是做梦吗 啊 呃 到了最后佛总结说 如我此说 名为佛说 不如此说 即波孙说 波孙就是魔王的名字 啊 就是 遇见 他发自然间的魔王 他名字叫做波孙 就是 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的 这个波孙 啊 按照佛这样说 断云机 呃 身心俱断 才能超出三件 才能成佛 这是佛说 假如说 呃 不断云机 而能成佛 如果这样说呢 这就是母说 那就是不死佛说的话 呃 啊 经理论三丈教练 以这个词 起量 去断定 啊 凡是赞叹淫路词的 赞叹淫欲的 那个通通都是谋说 一定不是佛说 如果佛经里面有这种话 除掉是他特殊的大用之外 呃 如果只是呃 领导众生 自从于这种烦恼的做法 那都是谋说 不是佛说 由此 看这条 呃 这条件的 佛 佛说的这个文字 可以明白 现在 一般 密布里面呢 那个双生法 绝对不是佛法 啊 我不修密 但是我看过藏经 大藏经里面 呃 密布里面有那个双生法 绝对是 不是佛法 绝对是谋说 不能把它当作佛法 假如有人提倡这个法 你要认定 他是谋说 不能 不能去理解他 你要理他远远的 这个东西不能够 呃 不能够看 就是属于 呃 说这类话的 这个文字啊 书本 通通要把它拒接 拒接 不能接受 呃 而且如果有的话 把它烧掉 呃 佛法 绝对 没有这个事情 呃 判定 一切的 法 是不是真正的佛法 看这一条 哦 凡是提倡行营的 那都是外道 都是谋说 绝对不是佛法 如果在佛经里面有这种的文字 那是呃 外道把它啊 排进去的 不是正法 必须要把它消除 呃 呃 必死营迹身心即断 还要断信一武 以佛菩提 事可续继 这是最显明的教见 佛这样的呃 很清楚的教导我们 难道还不 还不了解吗 呃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 凡是有人提倡那一类的 说法 完全不死佛法 毕竟要 把它排出去 呃 不能接受 有人呐 去这个 呃 展览的地方 呃 比如说佛具的展览 还有什么佛像的展览啊 他们有这个双身佛的 简直大笑话 呃 所以有这个在家人 他不懂佛法 呃 他看到这一类的这个表象 他就跟人说 呃 这样也叫做修行 我们都会修啊 我们修的比他还好 这是先大的教法 呃 所以啊 呃 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佛法 呃 如果碰到这个文字 把它烧掉 如果有人做这个宣传 你不要接受 要有 把它立的圆圆的 呃 那个 因为那完全不是佛法 不能把它让做佛法呀 那是错误很严重 末法时代这种情况很多 呃 呃 一不小心就掉落 他的他的这个爱见坑里面去 呃 一个修学佛法的人 呃 呃 如果这一年不能断 想要出三戒 难以登前 根本就不可能 呃 所以我们学佛自己也可以观察自己 呃 这个念头 弃掉了没有 假如没有 要出三戒就很难 呃 他学大师 他说到这里啊 他说如果 呃 人心不断想要出三戒 根本不可能 呃 那么有嘛 呃 只有一条路 一条什么路啊 待业往生 呃 但是待业往生念佛 求往生 呃 佛国 呃 他临终只要能够把这个念头扶住 不体现行 临终只有呃 念佛的一念 没有别的念头 虽然他还没有断这个 隐心 呃 因为世间人要断这一念很不容易的 呃 假如他虽然这个心念还没有断 可是灵命忠实啊 除掉念佛的一个念头之外 其他的念头都没有了 而灵命忠实只有一句一句佛号 没有别的 啊 专心念佛求往生 那么这个时候 正念分明 啊 能够把所有的烦恼种子扶住 不起现行 这个叫做扶获 获就是烦恼 把烦恼种子把它扶住不起现行 啊 灵命忠实 持有念佛的一个念头 求往生的一个念头 信愿真切 没有别的念头 那么往生就有希望 所以除掉再也往生之外 想要在三件内自己敲出三件 这一念如果不除的话 求不出去 不可能出去 所以有人说太区大师 他好像没有在其他念佛法门 不对 错误的 你只看他在热恼经社论 啊 研究 他到了这个地方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啊 隐心不除 不论出 没有办法超出三件 他说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在业往生 啊 因为念佛求生是一方 只要你在灵命中时 能够把祸 辅助 不起现行 只有一句佛号 没有别的 啊 有这么肯切 啊 这念佛明 那么佛向前 就能够往生 啊 那么这个叫做 待业而 能够往生的 所以待业往生的文字 就在太虚大师的 啊 呃 研究 呃 社论 里面说得很清楚 只那一句话 就可以证明啊 太虚大师 并没有排除念佛法门 而且还加一匹一汤 啊 这里就说明 呃 如果 呃 世间人 如果这个念头没有断 没有办法了生时 只有一个办法 念佛 念佛到灵命中时 只要你正念佛明 呃 心佛打成一片 啊 那么把烦恼种子 那个辅助不体现行 那就有办法超出三件 这很显明啊 叹虚大师 对于念佛法门 也是非常的赞叹 呃 也是非常的济张 所以 他平常一生呢 呃 八重平等 呃 来发展 不起分别 不是说我专逢哪一宗 他没有这个观念 就是 大乘八重 平等 呃 要发展 呃 按照佛法 佛的规定 如法去做 就正念佛明 那就能够写脱 所以 这第一条 呃 是属于顺境 顺于众生的贪恋 这个必定要有 自己能够有这个力量啊 去断 才能够超出三件 那么好好念佛 也能超出三件 那么这是第一条 呃 借杀 呃 太区大师的科办啊 他跟平常一般的写法不太一样 呃 一般都是说 呃 杀戒 啊 那么意思就是说 佛的制度啊 他的所规定的戒法 杀戒这一这种事情不能做 要把他戒掉 杀戒 呃 太区大师把他翻过来 戒杀 呃 呃 持戒第二啊 要把杀戒的这一桩事情 把它戒掉 呃 不可以杀戒 杀戒就恢复弟子了 呃 所以要戒杀 经文说 我呢 又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杀 这不随其生死相续 文字跟前文很相方了 呃 呃 不对当时 欧兰尊者说 呃 又 还有啊 因为前面 呃 说过 这个 第一条件 呃 现在要说第二条 所以说 又 呃 诸世界 就是指这个三界六道 这个世界中 呃 所有的众生 呃 众生当中 这是指六道众生说 呃 三上道 天人欧修罗 三额道 地狱鬼出生 呃 月六道众生 因为 他完全没有断烦恼 没有了生死 都在三界内 无量接来 就是轮转不息 生生死是没有断 啊 那么这些三界六道众生 生死不断的原因 何在呀 如果杀生 彼此复相 下身 啊 吃肉 这样子 这个 杀业就没有断 杀业没有断嘛 当然就是继续轮回 啊 啊 佛法 以慈悲为本 所以呀 呃 其次就说 戒杀 他这个 排的方式啊 跟平常也不一样 生文法的戒 例如比丘戒 第一条是银戒 第二是偷道 第三财字杀 菩萨戒 就是三道银 按照秩序 三界排在第一 本经的不同方式 就是第一条是戒银 用意就是说明这个是 生死根本 啊 生死根本欲为第一 所以排在第一 那么生死助缘 最严重的就是杀生 杀生 就没有办法断生死 所以把杀生排在第二 到 偷到的道 反正第三 之间内的六道众生 其心不杀 注意这个心字啊 呃 我们平常是说 不用身体去杀生 身不杀 比较还能做到 心不杀 完全没有伤害众生的心 这就不容易了 啊 虽然是大的众生 也许你不去杀 可以 借掉 不去杀生 小的生命啊 被杀的还是有的了 尤其人最容易动杀心的 就是蚊子 蚊虫啊 啊 蚊虫来摇你 第一句 啪 哦 这就是杀心啊 你咬我 哎 就把他的生命送掉了 这个很平常 所以在其他的众生 不起杀心 也许是比较容易做到 蚊虫要不起杀心就很难了 啊 所以一般打蚊子打成习惯 我从前在火光山教书 晚上吃过之后的事情了 哎 呃 我们就在聊天啊 那个那个时候傍晚啊 蚊虫比较多了 尤其在山上啊 有一位老师 在蚊虫来咬他 他就啪 就打死了 我说哎 老师你怎么把蚊子打死了 你不是要杀众生吗 他说 我只能杀人啊 我不能杀蚊子 他只能杀人 不能杀蚊子 我请你讲 你不杀蚊子 没有能力杀蚊子 这个可以了 可是为什么要打他呢 不给他吃不就行了嘛 他要吃你不给他吃 因为他看到这个满汉大餐 他必定是很高兴的 哦 今天肚子饿得不得了 有这么好的东西吃 哎 他刚刚站下来还没有动口呢 你就把他杀死了 不去杀他 或者是你没有能力杀蚊子 可以 没有能力杀蚊子 你杀他 这个好像说不过去 啊 我们把他赶走就算了 所以我今天心境迟牢 十行老法师 在出外演讲的时候 有一个人也是这样问他 呃 法师啊 温充来谣的时候怎么办啊 他就说 他这样做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不给他吃 叫他走好了 不要打他 你既然是不发心不识 不给他吃 叫他走开 嗯 我不给你吃 你走开 嗯 这就行了 不要打他 打他未免太过 所以 说 呃 其心不杀 呃 讲到危机的地方 要心完全不动杀心 是很不容易 啊 呃 纵然你不去杀他 有的时候啊 自然的反应啊 无心中也把他杀掉 误杀 啊 有的时候 哎 这什么东西 一摸 哎 死了 啊 这种情况也会有 所以 三界六道众生 纵然不故意去杀 误杀 免不了 啊 啊 那么这个不能谈到误杀 主要是指这个有心去杀 啊 是故杀 如果完全没有杀害众生的心 心里只有一个慈悲心 啊 这不随其生死相续 这个人 就能够超出三界 不会跟生死轮回流转 不会使这个生死轮转 继续相续下去 相续就是连住了 哦 今生在这里生 啊 等到最后夜满了 死了 死了再去转生 死是生之死 生是死的开头 哦 那么因此生生死死轮转不去 就没有停止 啊 如果你心里不杀 没有杀害众生之心 哦 那就能够超出三界 啊 这个其心不杀 自其不去杀 也不叫他杀 也不见杀随习 啊 完全做到不杀生 那才算是体心不杀 啊 那么生死才不会下去 现在都是对修行 要修学佛法的人讲话 你修三脉 本处沉饶 杀心不愁啊 沉不可处 啊 你 是所有修学佛法的人 修三脉 就是修学佛法 不管你修的什么法门 念佛也好 参禅也好 啊 那么修直观 持咒 啊 呃 种种修行法门 八万事前法门 无论你修什么法门 都是修三脉 都是求定 戒定会三不漏学 修行目标就是求定 因为因定发挥啊 没有定 智慧不会开 不然智慧不发 那么就没有办法了生死 所以由戒深定 而因定发挥 啊 那么持咒 是平常时的事情 那么在修持 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 用意就是求定 啊 就修三脉 修三脉的目的在哪里呢 本处沉饶 你的本意 用意 就是要超出 存老烦恼 啊 意思就是说 要断烦恼 要聊生死 修三脉的目标 就是要断烦恼 要聊生死 所以要超出八万事前 存老烦恼 可是 杀心不处啊 存不可处 假如你内心 还有个杀心 要杀害众生之心 有伤害众生之心 啊 那么这个存老 你就超不出去 出不了 本来 修营修定的目标 就是要 出三件 啊 要超出存老的 啊 本来是可以出的 可是因为你这个杀心不断了 存老就超不出去了 啊 所以存不可出 本来可出的 因为杀心不出 所以存老就不能出 超不出去 不可能出去了 啊 杀心除掉了 就有可能出去了 我还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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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任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杀麦的人如果杀心不除,总有多志禅定献贤,如不断杀,必乐神道。一方面杀心不除,还会杀生。一方面有多志,就是前面所说的赤字便冲啊。 对佛法看得懂了解,也会想说,可是呢,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波罗智慧传烦。 传定,四间禅也能修成就,假如四禅八丁的四间禅能够献贤的话。这个人,有多志有禅定,应当是可以超脱了?可是主要问题就是他在杀心不除啊,成就超不出去了。 因为有杀生之心,有了杀生之心,想要超出去,也超不出去了。 那么因此,总有禅定献贤,也有师之便冲,可是不断杀,就是杀生的事情没有断掉,还在哪里做杀生事,那就免不了必定会乐于神道。 本来山上会堕落山河道的,可是因为他有福德,有多志,有禅定福德,有这个福德的福音。